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源 健康之傳 綠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 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Hello 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 《自然療法與你》這個節目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Anya 歡迎袁醫生 你好 你好 Anya 其實上幾集我們有提及到 一些醫療的問題 或者以我所知 其實政府也很想找一些解決方法 去面對醫療危機 以前他們也有找過哈佛的一位蕭教授 來檢討香港的醫療制度 以及想提出一些比較實質具體的報告 去檢討整個制度 而醫生 我知道 以前你也有給政府的提出 其實為什麼好像沒有發生過什麼事 其實我相信蕭教授的哈佛報告 是傳媒比較上報道得很多 因為始終一組人來 最後真的有一個很具體的報告給香港人看 但大家知道 結果當時他的建議 很多香港人經過討論 都沒有去接受 沒有去採用 也都可能感覺 就算做可能都未必有幫助 其實香港面對醫療的問題 醫療融資的問題 其實討論了很多不同的意義 在哈佛報告之前 香港政府也曾經有一個小組 好像二三十人 多數是銀行的銀行家 還有有些是燃縮公司 主要是燃縮公司 各個醫療方面的燃縮公司 有二十多位人士 我當時曾經在南華早報寫了一篇文 文章裡面 我提出了五個方向去解釋 現時他們所想的醫療解決方法 是註定會失敗的 是不會成功的 很有趣 原來在小組的召集人 即是香港的政務官 他看到這篇文章 他簡直寫了一封信給我 這篇文章寫得很好 你可不可以寫一個報告給我們 建議書 你認為我的問題應該怎麼解決呢 於是我就 撿了一份報告 寫了一封建議書 我記得二十多頁子 我就寫了照片給他們 結果很有趣 沒多久 有兩位人士 他們寫信給我 他們都是外籍人士 他們也是小組裡面的成員 其中一位是匯豐銀行的VP 我想匯豐銀行都有買健康保險 他負責那方面 我看了你的建議書 我覺得你的資料是非常之好的 我也都非常之認同 你提出的解決方案 真真正正可以解決到 這個醫療的問題 但我也跟你說 你的建議一定不會被採納 他說整個這樣的 所謂exercise 這個小組 根本是一個white wash 就是粉色帶瓶 就是做些動作給你看 政府站著做些事情 他說根本不會有 沒有具體的事情 但他就想和我約我出去吃飯 為什麼呢 他在燕疏公司的Circular 就收到我會在他們的黎會年會 我會成為他的主港嘉賓 他說我不會參加那個禮會 不如我跟你嘗試吃頓飯 大家在那裡聊 我記得我真的跟這位 匯豐銀行的VP出去吃飯 大家讨论了一段 我基本上都解釋給他聽 我解釋給他 而且這種所謂醫療保險 就是用第三者付款 這樣的制度 我説是注定失敗 他說你不用做了 他都告訴你 其實我們根本都不想做 因為他知道是涉管生意 通常我們公司怎麼做呢 我們會做 譬如你公司說要買員工提供醫療保險 我們不會只是提供醫療保險的服務 我要全公司的東西 譬如火險、水險 所有其他東西加起來 我連帶醫療保險 我會做這個生意 很明顯拉上保險 他都知道 實際經驗來說 是全世界第三者付款的制度 是不可能會成功的 你看現在政府方面也是這樣 沒理由政府不成功 你私人會成功 所以根本大家都知道 所以大家都是有講字 大家不會參與的 好了 接著我去一間原疏公司 周年晚會去討論 當然我說的話 他都不適合聽 他通常都想 有什麼辦法呢 我們會推銷得更好 推銷醫療保險 有什麼的作用 讓我們推銷得更好 我的訊息就是 第三者醫療保險 這些制度是註定失敗 是不可能成功的 即是他沒有什麼相機 我解釋給你聽 好了 現在我們面對的問題 雖然醫療資源不斷地扔下去 我記得醫管局早期 出現的時候 大概香港醫療開始 大概50億左右 我想現在七、八億都不像 八、八億都不像 而且一不斷補錢 可以看到 雖然我們用了很多資源 人力、財力 扔進醫療保險那裡 所有國家都面臨一個同樣的命運 醫療保險面臨破產 英國又是美國、美國更加 你看到 奧巴馬要強硬的手段 要做 很多人都知道 美國已經用了17%的GNP 全世界最高 費用比美國更多 美國用在軍費 所以你看到 但是 完全不怪得 有解決的可能性 英國、法國 很多國家都遇到這個問題 通常他們 例如加拿大 強迫醫生 強迫醫生的收費指示 強迫醫療的人數 以及治療的地段 例如新不移的醫生 不讓他大城市工作 例如那些小伙子 那些鄉村的地方做 即是他用一些行政手法來控制 好了 我們要解決問題 我們最緊要了解 我們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很多時候看到一個問題 我們看到問題的表象 我們經常想著 很明顯 我們的醫療方面 就是不夠錢 是吧 所以我們就 封多些錢去 政府都給不下 叫坊間 自己公司 自己買私人保險 叫香港人自己買私人保險 自己付得起自己買 或者叫公司參與 很多時候 我們都以為 那個問題 因為醫療的資源 只會越來越大 我們的解決方法 就是丟多些錢 全世界都是這樣 他經常這樣說 香港現在用的錢 都有限 3.2%的GNP 其他大部分國家都8% 12% 歐洲國家、日本 而美國還這麼高 他就想著 香港還有很多 丟錢的餘地 人家用得那麼多錢 我用得那麼少 所以有一種說法 就是 我用多些錢就搞定 他從來沒有去想過 用得錢給我們那些國家 他的醫療問題 是否因此而解決了 其實沒有國家 因此而解決了 因此而解決了 所以這個這麼明顯的問題 香港很多人 完全都沒有看到 我常常很遺憾 為何會這麼明顯的事情 多些錢多些錢 人家給得不夠 我們就給多些 還可以給多些 人家給得夠 也沒有解決 美国比香港多 可能四倍 有很多 一點也沒有很多 所以我們經常 遇到很多問題 經常都解決不到 我們根本都不了解 問題的重心點在哪裏 我們往往看到 問題的表象 就是去企圖做一些事情 所以 因為你見過問題的重心點 你都動複不到 你的解決方法 沒有可能會成功 我有一種說法 叫Barking the wrong tree 你死吠死吠 人家都不在波樹上 你的吠也沒有用 我們經常遇到這個情況 好了 第一件事 就是一定要了解 我們的問題 到底是什麼問題 我們看到 現在的醫療問題 是很簡單的 我們目前的醫療保健制度 是因為主要是以西醫 對抗症醫療為主導 這種醫療制度 目前來講 是未能為大眾提供一個 合乎經濟利益的醫療服務 那什麼意思呢 簡單來講 現時的以西醫為主導的醫療 現時的西醫的醫療方法 可以這麼說 對文明人地方所患的病 80%的大部分的病 每個人都屬於慢性的人 現時的西醫方法 是沒有效的 這個你看到 就是不效的 還有 經濟效應 你可以看到 所有國家 用西醫為主導的醫療 的國家 全部都是面臨破產的 很明顯 我們現在講的問題 就是 現時的以西醫為主導的 醫療制度的服務 是未能夠為我們市民 提供到一個 合乎經濟效益的醫療方法 這個就是我們的問題 那個重心 就應該在這裏 好了 這個是我們的問題 通常人們會說 為何會這樣呢 人口老化 為何我們不夠錢呢 因為現在的人越來越多病 為何人越來越多病呢 因為人口老化 所以這個解釋到 為何我們要用多些錢呢 因為人口老化了 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他通常說 現在文明人的生活方式 有很多壓力 某程度上 文明人的生活方式 比不文明的地方 應該舒服很多 方便很多 他們反而認為 他們反而認為 壓力大 因為文明人的生活方式 壓力大 我都不了解 以前的人可能要自己 洗衣燙衣 現在洗衣機幫你倒了 為何會這樣呢 好了 還有一種原因 就是現在的人要求高 以前的普普通通 很差的設施 都沒有所謂 現在的人一定要用 最好的科技 人要求高了 所以以前的醫院裏面的環境 現在的人都不接受 我很記得 我早年 在八年年代 回來香港的時候 我自己的表弟 他是做顧問醫生 他做專科的 我們叫做Emergency Emergency Medicine 他帶我去看過 當時馬里醫院的設施 嚇到我死了 真是骯髒的桌子 他看病是一張大桌子 一張長桌子 幾乎醫生看 沒有什麼私人 那些病人坐在旁邊 真的很簡陋 當然現在今時今日的醫院 全部裝修得很漂亮 好像一個Hotel 你看到現在人的期望多了 所以我們醫療要相應 提供他的需要 也有人說 有些人經常是有看 不是有看 有些人沒有工作 他經常會利用這些資源 我真的認識一個情況 家庭 他一個父母 他照顧一個老人家 但因為他想放假 他家裡沒有工人 那他怎麼辦呢 他就想被醫院收留的老人家 當作照顧老人家 這個案子是真正的案子 到底有沒有做 我不知道 這個也是我表弟告訴你 有些家庭會用這個 很明顯 他很多時候都是濫用 濫用一些 還有一些東西去看急症室 你知道 但急症室的人 根本都不是急症的 濫用一個很明顯的成分 當然 用者濫用 我相信供應也一樣濫用 還有一個原因來解釋 為什麼我們的醫療費不斷增加 就是因為我們很多大效藥 新藥 還有很多新的科技很貴 你做一個MRI 可能要幾千一萬元 做一做 很多新藥 有些新的治癌藥 成幾千元一個彎 幾千元一個彎 注射一次 所以他覺得很難 你可以看到 醫療程館又貴 什麼都貴 所以為什麼醫療費用 永遠都不夠 對嗎 袁醫生 我想問一下 究竟我們的小市民 怎樣可以令到自己 或者對自己的健康負責 或者怎樣才會有選擇的餘地 很明顯 我剛才所說的 醫療的問題這麼嚴重 這麼差 這麼貴 為什麼我們經常 還要用這個方法 這件事是怎麼想的 我提出這件事 大家都知道 但我們還要堅持用這個方法 對嗎 一般人就這樣想 為什麼我要繼續 繼續用這些方法 雖然這個方法 不是最好 令到我們破產 他認為現在的 目前的所謂叫做 流行醫療 是有科學的基礎 因為他有科學基礎 所以一定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不用考慮 貴也好 這是科學證實的東西 我怎麼可以不用呢 還有一般人 有這種大部分文明地方的人 認為健康保健是一個基本人權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entitle 所以怎樣也好 基本的權益 我一定要供應 這個就是看到 為什麼我剛才所說的 這麼多問題 但我們仍然要堅持用這個方法 這個就是主要原因 就是以為這是科學的方法 所以其他一定沒有它更加好的 這個就是現在 令到這個金門健全的制度 是繼續被採用的方法 另外其實醫生 我又想問一下 如果在這個制度底下 怎樣才可以有一個 比較公平的競爭的情況出現呢 很明顯 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的問題 剛才所說 是原始西醫壟斷的醫療制度之下 是不能夠提供到一個合乎經濟效益的方法 就很簡單 百分之八十的西醫所用的工具 是治不到文明人的病的 OK 那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應該去想一下 將那個醫療的保健 應該是有公平競爭地開放給其他醫療 大家知道香港除了有西醫的方法 也有很多其他傳統的醫療 比如中醫、脊骨神經科、自然療法、同學療法 這些醫療在外國很多國家 是属於一個政府已經認可的 還有它本身的醫學院 甚至乎醫院的同學療法 在印度有120多間同學療法醫學院 有幾百個百驚的醫學醫院 那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解決方法 應該是讓多些不同的醫療方法 在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之下 大家去為香港人服務 那既然西醫沒有辦法去醫 我們想一下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因應病人的不同的病人 是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 我們現在不是全面否定西醫 我們有些方法 我們要公平競爭 開放一點 西醫有它的價值 通常西醫的價值在什麼地方 是創傷性的問題 斷骨、流血不止等問題 所以我們都需要它在這裏 我只不過要公開公平競爭 讓不同的醫療方法 我想世界上起碼有 然後不會有十種八種的醫療方法 醫療制度在這裏 那我應該就用大家 在一個公平一點的 競爭環境之後去做到 那這個是一個方向來的 那第二個方向就是 為什麼這個問題出現呢 就是因為現時一般的人 和現時的教育制度 現時的大眾傳媒 都是以西醫為中心的 灌輸給人知道西醫是萬能的 你看荷里活很多的電視片集 都是當時是把西醫那個強項的地方 就是所謂的救急、急性那些 經常很多片集是說這件事 從來沒有很多片集是說西醫 醫慢性病的能力 所以有一種人的感覺 哇!你臨死了 你創傷了 你就快去刮,它救了你 所以經常當西醫是一種神 當得去神 還有大眾傳媒做什麼的節目 你看看香港的什麼的電視節目 最後最後都是西醫為主流的觀點 就是中醫也好 現在也好一點 中醫也說回中醫那一套 但除了中醫西醫 其實有其他更加好的方法 始終現在香港中醫 都是受制於西醫的 他所說的話 他一定不敢跟西醫抗衡 他只不過他講他,他講他,他講他 我講我這樣 但西醫的權威是一直沒有人去查理他 所以一般人有時就只會去看西醫 醫生角度情就用西醫的補獲性的方法 我們要解決到 即是說,既然西醫的方法這麼有局限 一定要有一個制度 是要鼓勵一些人 對自己的身體有信心 就是不好意思 哎呀,我有病了 我一定要看醫生 不行,不行不行 其實大部分的病 都是自己身體的能力醫 醫生不會令你好的 醫生沒有能力 他不是神 但你好是因為你的身體 就是你的身體有這樣的力量 所以大部分人對自己身體完全沒有信心 有什麼事呢? 就以為西醫 沒有西醫就以為一定在死 這就是我們要改的觀點 一般人當西醫好像神的觀點 我們一定要改的 很明顯 世界衛生組織有個報告 百分之八十個健康的問題 是跟生活習慣方式有關的 所以你要開始了解 其實大多數你的病 不是因為西醫的藥來改到你的 是你自己的生活習慣 改到你的 所以我們提出的解決方法 一定要符合到我剛才所說的 那幾個方向 一定要有機會讓人公平地選擇 一定要讓人對自己身體有正確的觀念信心 所以我們必須實行 要做到這方面的 好了 醫生 我們有什麼實際行動 可以做到你剛才所說的 我們有一個方法 這個制度 可以做到我剛才所說的方向 我建議到 我一直在2008月的政綱上 我提出了 我用一種叫做個人保健儲備金的制度 Personal Health Providence Fund 個人保健儲備金的制度 那什麼叫做 這種制度是怎樣去推行呢 簡單來說 就是我有預留一筆錢的款項 譬如香港政府為香港每一個市民 預留港幣大概10萬元 這個儲備金是可以讓每一個市民 隨意使用自己認為是最好的醫療方法 包括註冊醫生和不註冊都不重要 總之這筆錢是讓你去使用的 那你自己選你的醫生 就不是說你一定要看政府的西醫 你才可以受到醫療的保健 因為這筆錢是預留給你個人 自己去隨意 以自己的認識去找最好的方法 好了 但這筆錢當他慢慢用 一路一路用的時候 開始少的時候 如果那個人是有能力償還的 他就要慢慢去償還的 即不是說給你 你洗完就可以了 如果你洗到差不多了 而你是有能力去自己付錢的 政府一定要追回你 當然有些人是真的窮的 他沒辦法的 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的整個費用 納稅人是全面之所的 有些人會這樣想 如果我的筆錢給我十萬元 那我在身可以去使用 有些人臨死的時候 會不會說 我還有兩萬元未用 會不會跟醫生合起來 你當我有病吧 把兩萬元用掉 這個可能性 人的事情永遠都會想到 一些計劃去用錢 我們說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筆錢當你沒用完 我當你是十萬元開始 到最後你都是乖乖的 就是沒有用完 可能還有三四萬剩 這筆錢可以作為你的遺產 就是同樣是你的 明白 這筆錢最終都是你的 你省省的不用 你都不會覺得不值 因為最終都是給你 作為一個遺產 或者作鏈葬費 這個就是個人保健儲備金 那筆錢的殺行方面 你會這樣做 那在這個實際推動之後 他達到什麼目的呢 我剛才所說過 那幾個目的 我如何達到呢 第一 因為那個錢是你的錢 不是人家的錢 那你會不會去濫用它 不會啦 很好的用 你會好好地去用 而且你不會說 我不會去看西醫的 我發現西醫真的很貴 現在我們的人 以為看公家醫院的醫生很便宜 因為納稅員幫你補了97% 那你實在用的是一個很小的數目 那好了 那 我們那個 就是 這個方法呢 第一 因為你是用你自己的錢 OK 那所以呢 你一定會鏡石的 那你要看西醫 你看中醫 原來呢 如果要全數是自己給 西醫的方法是貴很多的 你照一照啊 去做花療 這個十萬元 我想都不用一個星期就用 好了 那你記住 這是你自己的錢 不是人家的錢 第三者保險的問題是這樣的 因為他經常想著 那筆錢是人家的錢 第三者放下去的 你不用是浪費的 現在不是吧 現在我說的是 這是你的錢 是給你的 如果你不用到死了 那時候都是給你的 那你會好好地善用 是吧 第三者保險不是的 是別人的錢 你不用就浪費的 你拼命用 是吧 但現在不是的 這是你自己的錢 既然你是自己的錢的時候 你一定有個動力 有個動機 第一 最好就是保養自己的身體 不要病 那就不用用了 第二 如果是需要用的時候 我當然是用這些 又便宜又正的醫療方法 又有效又便宜的醫療方法 那這個是你的 那就是說 在這樣的制度之下 那些人自然會 去找一些 是認為是真的有效的方法 現在不是的 現在那些人 經常變成長期病患者 他繼續去的 因為沒有選擇 他認為這是最好的方法 他也沒有動機 也沒有動力 鼓勵他去試試其他方法 所以那些人就 就在西醫那裏 成為長期病患者 所以醫療發現 不斷增加了 好了 那我說呢 其實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很多有效的方法 那你至於那些人 去花時間 去花心思去找 他一定找得到的 那我亦都很強調 你不用一定找一些所謂註冊的醫生 是吧 你總之找到一個人 坊間有些人 有些方法的 那他可以幫得到你的 那你便去 是吧 那有些人說 在行政方面很難的 是吧 誰是真正醫生 每個人都說自己是醫生 那你可能有些朋友 這樣跟他夾夾 就是和大家 押押押押錢都可以的 是吧 那好了 那我說呢 我覺得 因為既然這筆十萬元 既然政府是預留給你的 始終到頭到尾都是你的錢 好了 那我說 政府說 我們行政方面很難的 如果那些是沒有註冊的 我們不給的 不要緊要 那便自己銀河包 是吧 就是你用政府給那筆 都說你自己的錢 將來都會給你的 那就是 其實沒有那麼大的分別 你的動機 去找一些坊間的 沒有註冊的 沒有人承認的 醫療人員 但他有些方法 幫得到你的時候 何來而不為呢 我聽過有個朋友 他去有個醫生 幫他戒煙 那個醫生 在膝蓋幾個孔 放些血 他便戒煙了 那我相信這個人 未必是一個註冊的中醫 但是不要緊的 你不需要說這些 未註冊的人 不應該做醫生 不應該被他犯法 那我覺得絕對不需要 因為現在 現在醫療制度之下 很多政府承認的醫生 搞了一堆東西 所以沒有排的醫生 可能醫療你更加好的 那所以在這個 個人保健註備金的制度之下 你可以隨意找到 你自己最好的醫療方法 就算包括有註冊 沒有註冊 其實都沒有什麼所謂的 那還有呢 因為這筆錢是你的 那你會盡量去省 盡量去找一些 即是真正 Cross Effective的方法 那既然這筆錢到終 你死都是餵你的時候 那你不會當是 人類的戰戀 那麼用 明白明白 好 那或者呢 很精彩的 那或者我們 稍後再回來 再請袁醫生 跟我們分享更加多 有什麼實際行動 可以做得到 好好的 可以自己 有一個 自由選擇 醫療方法 稍後見 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多 H E A L T H SHOP.COM.H K 今晚好像都幾凍 大家要小心身體 最好一直喝杯熱水 或者熱巧克力 一直在聽我們節目 聽醫生的分享 但是如果一個不幸運 真的傷風感冒 第二集也有提過 袁醫生 不要盡順西藥 沒有一種西藥可以 治療感冒傷風 所以我們可以喝多點水 讓他自己身體 慢慢去適應 對袁醫生 大家都知道 我們是 傷風一般都是病毒性 所謂病毒性 其實我們都經常很強調 你傷不傷風 其實不是因為動親 是你的身體的體質 那個狀態 在外國做過很多研究 其中就是說 他找了一群健康的 那些年輕人 就企圖 做一些事情 令他傷風 例如用冷水淋他 用冷風吹他 用冷風吹他 搞了一段時間 發現 製造不到傷風 好了 結果 感恩節來了 就算了 這群實現的人 先回家 趕緊放假 你知道了 感恩節在外國 是大飲大食 嗯 然後在大飲大食之後 那些人就病毒傷風 我有一個朋友 在 West India Trinidad 他曾經 他的家族 有一個很大的 藥廠 那些藥店 就像香港屈臣市 他那裡 就像香港屈臣市 那樣的店 他解釋給你聽 本來 卡連華會之後 是特別多藥 特別傷風藥 特別好賣的 那就是其實 我們經常很強調 自然醫學講 密先富有從生 嗯 很多時候這個病 是你的身體體內的毒素多 就才會引發的 那所以怎樣保護自己呢 當然 以他休息當態好 不要在這個時間 就是 不足夠睡眠 那當然 在飲食那方面 食物那方面 營養補充劑 食足 其實你根本就沒有傷風 嗯 那醫生 剛才呢 還沒休息之前 提及過幾個改革的方法 去看一下 怎樣可以令到醫療目標 是可以改革成功的 其實可不可以再和我們分享多些 是的 那我剛才所講 就是 除了個人健康儲備 那個金的方法 那其實我目前有很多法例 是導致現在的 就是現在醫療問題的出現 其中一個原因來的 那我要改 你看回我們目前的所謂叫做 藥劑業和毒藥的條例 就是Pharmaceutical and Poison Ordinary 那裡 那我們現時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條例呢 基本上 那個定義是這樣的 任何物質 或者物質的混合物 如果呢 它能夠更改 跟改 調節 矯正 或者恢復任何器官的功能 都視為 藥物 這個是我們現在的定義 當然 有 之前說 如果能夠醫病 或者什麼 但現在 第三條 那一段 它說 任何這些東西 能夠更改 可以調節矯正 或者恢復任何器官的功能 功能 都叫做藥物 那好了 那是不是真的 一杯水 或者一個蘋果 其實都會變成藥物呢 沒錯 如果根據這個定義 其實所有我們的食物 都是藥物 來的 你 水當然可以更改 你的身體那個 生理系統功能 是怎麼不可以呢 那所以呢 現在這個條例 簡直是非常之可笑的 其實是荒謬的 為什麼我們這樣來定義呢 那現在出現了呢 就現在 現在我們那個衛生署 就是利用這個條例 將所有的維他命 食物裡面的含有的營養素 都說 這個是藥物來的 這個是毒藥來的 這個是藥劑來的 所以一定要註冊 這樣 用這個藥口 將坊間很多很多這些 營養素 營養補增劑 全部就是 就是 令到坊間 用不到買不到的 因為你要當它是藥物 你要裝藥物這樣註冊 它的費用很高的 好了 那我們怎麼去改呢 我說很簡單 加一句 在任何物質或者 物質混合物 加句 除了食物 自然草藥 營養補充劑以外 用作根據 調節 或者矯正任何功能 都可以 那你加到這個 一個叫做 Except 這樣就解決了 這個條例 不用那麼麻煩的了 OK 那就是原原本本 你總之加一句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那除了第二個 有一個條例 我以前 上幾集都提過 就叫做 不良醫藥廣告條例 現時的條例 將一般醫學 基本科 教科書裡面 超過95%的 這些健康問題 都說 不准在任何的廣告上 不准在任何人 聲稱它的產品 對這種問題有療效 無論經過證實 或者沒有證實 都不可以說出來的 你猜不到這件事 一般人聽到的條例 那應該的 不良 當然是假的 賣假藥 當然不准做廣告 但其實 它的條例就不是這樣寫的 就算你證實這件事 都可以 都不可以說 我相信 立法局那班人 當時立什麼條例 完全不知道 他立了這樣的條例 那很明顯 這個條例的效果 就會阻止了任何 能夠危及西醫神聖地位 這些更加有效的方法 就出現不了 是吧 即是你說 我以前香港有真實的例子 有一班是 在印度的醫療的人 叫做Are you very medicine 來香港 就成立了一間診所 他就強調 他用他的方法 有很多關切的問題 結果衛生署 就抄襲他們 令到他們 撿了一顆 你不可以說 他說 我不是 這種印度的醫療方法 Are you very medicine 是很有效的 無論如何都好 有效無效都好 總之不准說 那兩個醫生 結果就嚇走了 我剛才所說的 是會令到很多有效的醫療方法 是不能夠出現 就是這個不良的醫療廣告條例 OK 那 還有呢 以上的條例 應該就是 沒有證實那些 你就可用這條例去查 但是呢 舉報的責任 應該放在控方的方面 即是你認為他是假的 那你說 你就找出資料 認為他沒有報告根據 應該是這樣 但現在不是的 現在整個條例 基本上是防止資訊自由的條例 好了 那香港最近就出現了食物標籤法 嗯 那一般人呢 一聽到這個標籤法 你的反應會是怎樣 即是一般人 一般人覺得好啊 原本不知道的東西 你都告訴我 是 是 對不對 那很明顯 在當時立法會 是很快通過的 即是沒有什麼機會 好一點去 就是無法解決 就無法解決 或者慢探測 那一般人想著 哇當然是 消費者是有權資啊 是不是 你將這個食物裡面 有多少 手是有利的呢 贏出一些上只用良多這些食物 营养价值低的食物的话,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条例只不过说有多少成分是carbohydrate,有多少成分是protein,有多少成分是saturated fats 所有成分都是这样的,有多有少的 这些资料会不会令消费者吃得更健康呢?是没有意思的 因为所有成分都有这些成分,多或少都有的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所有的包装食物,即是预先包装食物,一定要用这些资料 有七项八项的 我们知道天然的食物,食物的营养成分是很难准确量化的 因为天然的每个batch 可能有些不同 反而人工制造的食物就容易很多,因为人工价进去 那你就会很准确地将这些食物的成分很清楚解释出来 好了,那结果什么食物呢?会出现多个 就是这些人造的假的食物 反而天然的食物会慢慢地被淘汰 所以结果你会发现人的食物的质素是简直越来越差,就不是越来越好的 好了,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基因改造食物 很多人都说,食物标签法里面好的,但有没有基因的改造成分 应该要说出来的 结果大部分的食物工业都反对的 不需要的,我们不要列出这件事的 那就是说,很明显的,这么多人关注的资料 反而他没有说要加进去 反而那些无伤大外,有多少维他命,或者有多少成分 有饱和脂肪,有什么意思呢? 好了,你看回实行这些这样的条例的国家 好像美国,欧洲国家 其实美国为例,美国人有没有因此而健康了? 美国的质素是一样的,是吧? 所以可以说,可以这样说 这些这样的条例呢 第一,从来没有真实的证实 是令到那些人因为有条例而好了的 反而呢,这个成为一个大财团的大商家的工具呢 就是令到那些健康的食品是慢慢被淘汰了 好了,那我说呢,这些条例根本是废除了的,是没有意思的,是吧? 有的国家都是这样,问题都没有解决到,健康的问题完全没有解决到 所以这个是多余的法例来的 因为呢,我们目前的法例已经有足够呢 如果那些人呢,是受卖有害的食物,是会遭受减控的 就是你做一些是伤害人的,那已经有法例的了,不可能没有这些法例 是吧?你做一些是伤害了人的,你根本是有这些法例去对付这些这样的 你不需要所有的那些商家呢,都要做这些这样的的步骤 其实是令到很多的食物呢,根本是已经消失了的了 因为我不可能做这些这样的标签呢 可能销售量不是很高的时候 那我又要做这些这样的标签,根本就不做了,是吧? 那很明显呢,消费者的选择方面呢,是越来越少的 不会越来越多的 那因为有些人呢,见到这样的标签法呢,如果有标签法呢,这个食物就比较安全了 那其实绝对是没有这个资料给到你的 那所以呢,这个法例呢,是多余的 目的呢,是令到这些天然有机食物呢,是越来越少出现的 反而呢,是鼓励这些人造的食物呢,是会容易 即是符合到这个这个标签呢,能够做出来的 那结果,那个食物的质素只是会差,就不会好的 嗯,那余医生,你以你的意见,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觉得有些什么条例,其实需要有些什么的修改呢? 除此之外,我曾经说那些条例要修改它,是吧? 还有条例要废除它,但其实也有条例,将要出现的条例,我要阻止它 即它未出现的,但我很知道它们已经在酝酿,要做的 那其中一个呢,就是营养补充剂的条例,即是food supplement law 香港没有的,香港只是有那个药剂,那个药剂,毒药那个条例 是没有food supplement,即是没有这个category的食物的 那现在呢,很明显呢,这个法例呢,就会要求呢,食物补充剂,譬如维他命 要接受好像药物一样的测试,可能要做一些双重盲状的测试 才可以说呢,这个营养补充剂是对某些健康是有效的 那当然了,要做这些的测试,我会说的是几千万几亿的 的费用,才可以做到这些所谓的实验,来到给你呢,符合政府的要求呢 你可以说,哦,我这些人会帮到什么什么的 那我之前也提及过了,天然的补充剂根本是没有专利的 是吧?没有专利的食物的利润呢,不可以说mark up,然后100倍 就是这么多了,因为大家会竞争的嘛,那就是说呢 那不会有很多这些这样的营养補充剂的公司呢 是能够符合到这个要求的 那结果呢,这个就令这些这样的营养補充剂呢 就不可以用来医病了,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因为这个资讯不能放出去的时候呢 那你不可以了,那些人就没有这个资讯了 那就只是用一些这样的西药的方法 那所以呢,最终呢,它都是保护药品和垄断的利益 不是真的保护消费者的 很多时候有些人说,哇,挺好啊,有这些这样的条例 那其实最终的目的呢,达到目的是保护药品的垄断的利益 好了,那几年前呢,就因为彩光色光这个issue 那他们就说呢,我们很多医疗仪器呢,要监管的 你看看,现在美容院呢,用很多这个彩光呢,这个彩光是医疗仪器很危险的 有些人呢,会因为彩光燒伤了 那所以呢,我们开始要杀人新的条例了 那他就不只是要管制那个laser彩光 所有的能够有医疗作用的东西呢,都要做注册 那你看一下 好了,那我永远用回这个同一个道理去分析 你将这些这样的所有医疗的工具,譬如好像寒暑的那个温度计啊 是吧,那个吞 depressor,针筒啊,这些东西 他们全部都是医疗仪器的,那当然呢 他就分很多类的,有四大类的,那有些是可能有侵犯性的 譬如好像,就是那些Hard Pacemaker 就是那个心臟那些起泊器 那这些呢,目前香港来说呢,是没有,不需要注册的 就是香港完全没有这个条例的 那你总之有些人用得下去,那就用下去了,那这个是一种要埋藏在心里面的那些这样的医疗仪器 那目前来说呢,是应该在用中的啦 那但是有多少人出现问题呢 没有这个,就是没有这个条例之下呢,一开始融开的啦,是不是 都是这样的用啦,是不是 又不见了些人呢,就因为没有这个条例呢 这些这样的那个工具呢,是出现了很多问题 那始终外国制造商,当然是要确保这些用具是不会有问题,才去卖的 才去推销的,是不是 好了,那你看回外国啦,有这些这样的条例的国家呢 这个医疗那个事故,那个医疗的意外呢,是不是会减少了呢 其实根本亦都没有,是不是 那当时我们那个美容界,就群起而反对这个条例啦 那他提出很多的资料,你说这些仪器会弄伤人,那是不是因为那个用家呢 是不是因为那个美容师用,就会弄伤人呢 而西用就不会呢 那发现,根本很多时候,在西用这些采光治疗之下呢 一样会烧生人,一样是出现问题 那所以呢,记论就是,根本这些这样的仪器 这些仪器的注册,根本是多余的 那目的呢,都是呢,令到呢 这些有很多有效的医疗仪器呢,是合法地消灭了的 那在美国呢,有一个,曾经有一个叫Dr. Roy Rife 那他发明一个仪器,一种频率治疗器的 那当时在五零年代,七零年代,四年到五零年代出现这种仪器的 那他用这个频率治疗器呢 是医治的那些美其癌症病人呢 全部百分之一百医治疗器 那麽厲害 那当时呢,医学界呢,美国的医学会呢 那个那个头头呢,就想同这个医生呢 就是这个科学家呢,就想拿他的那个商业那个利用 大家分的,那谈不成之后呢 他就将这个仪器完全毁灭了的 那他怎样可以这样做呢?就有这些这样的条例在那裏呢 他医疗仪器的注册啦 那如果没有这个条例,那这个罗尔律的机器在那里,你没办法消灭它嘛 就因为有这些这样的条例存在呢 他可以利用这些条例 你这个仪器呢,就没有经注册 不可以用恒不合法 所以这个仪器呢,是医治好所有百分之一百,医治好所有男症病人 那我给你看到呢,我现在所说的那个那个 那个忧虑呢,不是只是不是想象的,是真的的 在外国呢,很多时候呢,我有很多好的工具出现了呢 因为这些这样的条例,所谓这些条例呢 是被他利用了之后呢,将这些有效工具完全消灭了的 好了,那还有一样东西呢,现在我叫Codex Elementary 那个食物那个标准化呢,开始出现的了 那他的美其名呢,就说要全世界所有的,我要统一它 所以营养那个补充剂呀 它的成分呢,应该怎样样呀 就是大家有个标准 要迫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要跟随的 那因为它影响全人类的,那你也看到它的内容呢 我上次讲过呢,其实它的目的呢 是将你这些这样的营养補充剂的成分呢 是减到小到呢,是根本没有任何效果的 那亦是一个例子呢 表面呢,就说呢,是帮人呢 其实最终最终呢,是什么呢 目的呢,是令到那些人的消费者呢 是工具都没有了 就是香港来说,香港有自然疗法医生 没有网管的,对不对 你说自己自然疗法医生,你没有触犯任何法例的 你做自然疗法医生也没有网管的 你说都可以的 但是呢 在这些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它怎样对付这些人呢 它将它的工具都拔走 自然疗法医生不是只靠器工的嘛,对不对 它用营养补充剂的嘛 同学疗法医生它用同学疗法的尿剂的嘛 你看到最近的手法呢 是将它的工具呢,它的医疗工具呢 用法律的手法把它拔走的 那么最近美国呢,现在在搞同学疗法了 因为同学疗法有一只药叫Beladonna Beladonna是医疗很多病的 包括室文制的那些 发胶抽筋啊 牙痛啊 很多这些这样的症状呢 是很好的 那么现在呢就说呢 这个Beladonna是一种毒药来的 那么有毒药呢 这个是Poison的 所以你不可以一定要注册它 那么我们的诊所呢 都会给你派那些 卫生住人来收散它 那么我就说了,我挑战他了 里面有什么的Beladonna成分呢 麻烦你检查了之后呢 你先告诉他 那么大家如果对同学疗法有任何形式呢 同学疗法的药呢 是稀释到呢 是简直是一粒成分都没有 一个魔理剂一粒分子都没有 那么但现在呢 他现在在美国开始的 他想用这些的手段呢 是用将患你的药 你的药是Poison 所以你一定要注册 要不然你不能用 其实最后的藉口呢 就将这些工具呢 全部拔走 就是说呢 医生行医我消灭你不了了 但是我们将你的工具拔走 那么现在终于都是遇到 这个同样的命运了 很多中药呢 他说这个有毒药的成分了 所以呢 我就不给你用了 其实DOTA-DOTA-LU 将中医的治疗工具全部拔走 将你的那些医疗仪器全部拔走 其实最终的目的呢 是再令到那些人呢 是要乖乖地奉献身体 奉献健康 给西医做做稳献的工具 也令到你的基本医疗权完全没有了 最终最终呢 我们的基本法里面呢 一定要加入一个基本的 基本法的条例 就是呢 我们每个香港人呢 都要能够享受到医疗自由选择 那么如果我们的基本法有了之后呢 将来呢 其他这些法例呢 是没有办法是没有办法得逞的 是吧 因为始终基本法是高过这些这样的法例的嘛 那么如果我们香港刚才所说呢 基本法加了这个医疗选择条例是基本的人权 就好像自由言论是基本人权 要加密下去 将我刚才那个杀行方面呢 用那个 logistic 就是用那个 那个个人医疗处备制度 那么 将这些这样的条例呢 改得就改 删得就删 阻止得就阻止得呢 我肯定香港的医疗问题是即时解决得到的 嗯 很精彩 多谢袁医生分享 那其实呢 知道说这些基本法呢 就如刚才 好像袁医生所建议那样改 其实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即时效果会见到 那或者其实会不会说 医生我们其实 为什么或者现在还会有那么多问题呢 或者是为什么好像现在的医疗制度 为什么经常都好像很贵呀 或者又要他们经常都要筹多钱呀 其实是不是很多背后很多危机呀 或者盲点其实我们看不到呢 那就是很明显啦 我刚才也说过 就是这么差的医疗 但是这么多政府就麻木地推送的 那一定有个原因的 那当然这个原因是一个盲点来的 他看不出的 那第一个盲点就是呢 他现在的科技医疗呢 和特效药呢 和特效药呢 的贡献非常之好 我们以前很多这些这样的传染病呢 都消失了 是不是 都是拜托这些这样的特效药之次 那么 虽然我现在有很多病在这里 但不要紧要啦 给点时间 给多些钱呢 做多些research 好像癌症那样 整个人筹钱的嘛 筹钱的嘛 筹了几十年了 完全都没有改善过的 那么他说呢 我们科学的医疗呢 一步一步呢 会克服所有将来的新的病 或者旧的病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向呢 常常听到这些这样的 好了 问题是哪些呢 现时我们所谓的 所谓的科学医疗呢 其实它的医疗效果是哪里呢 1977年新英苗医学集图的报告呢 它说百分之八十的文明人的病呢 是西医和西医的手术呢 是不能够医治得到的 只有十分之一个病呢 是用西医和西医的手术 可以医治得好的 但是呢 还有十分之一个病呢 因为西医所做的事 和手术做出来是引致的 那就是说呢 它帮助了十分之一个病 但是它制造了十分之一个病 就是打祸了 OK 那另外那百分之八十的病呢 它根本西医都是没得医的 根本它都医不到的 OK 好了 那么 另外一个 那个医学雜誌呢 是那个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Clinical Evidence Website 里面 它说呢 它们调查2500种的医疗方法里面 它说呢 2500种医疗方法呢 只有13%是真的知道是有效的 23%呢 它说可能有效 8%呢 它说 就是 好和不好呢 就是差不多 对不对 就是它的副作用多 和强务好处呢 是差不多的 6%呢 说呢 根本是 不会有效 就是没有什么机会有效的 4%呢 是很明显是没有效的 和是 是坑服有害的 而其他46%呢 大部分的呢 根本是不知道有没有效的 就是很明显呢 是 最近那个在2004年 阿周周刊呢 有篇文章 3月1日 那个周刊呢 有篇文章是报道 日本厚生省 劳动省的白皮书 那就是 维生署啦 它说呢 近年来呢 日本国民的医疗费用呢 是快速地增长 虚拟已经超过 30亿少亿日元的 而基本 疾病的治疗 的医疗率 是未见增长 基本是 在五分之一 你也看到呢 就是我们 那么多的地方 英国啊 美国啊 做出来的报道呢 其实是同一样的 好了 跟着世界卫生组织 都说出来了 他说呢 个人的健康和寿命 60%是取决于自己的 就是你的饮食习惯 你的生活习惯 是导致的 15%是取决于遗存的 25%才是取决于社会 和医疗条件的 就是说呢 医疗服务呢 是只能够帮助 我们健康 长寿那方面呢 他的功效 大概是25% 嗯 好了 我们所将那些资源 全部都放在这里 你会看到的问题 是变成了 嗯 好了 有一个 又另一种说法 其实呢 以前呢 我们 通常都会觉得 咦 是不是 越信西医 就越长寿啊 因为西医 好像 刚才医生你所说 一些人的 贸物 就觉得好像神 那样 当他神那样拜 其实是不是真的呢 另外一个囚犯 就说 咦 我们现在的人 是不是比以前长寿了 是不是啊 那一句言下之意 因为我们的现时 医疗科技 我们的科技 令到那些人长寿了 很多人 经常用这种方法 这种说法 就解释西医 豪卜校 好了 那我们看回真正的数据 是吧 1980年呢 美国人的平均寿命 大概是70.1岁 这个是1980年 1980年呢 1981年呢 是70.5岁 1983年呢 70.9岁 这个当时美国人的平均寿命 好了 那美国是 可以这么说 医疗费用的最多 医疗是最发达的国家 是吧 那你会以为呢 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呢 是不是应该会 比其他一些落后国家 比如古巴 巴巴多尔 巴拿马 波多尼哥 那个哥尔达尼加 那你会 你会觉得 是不是这些国家 是一个落后国家 是不是第三世界国家呢 他们的平均寿命 应该比美国低呢 而事实上呢 发现呢 他们的平均寿命呢 这些落后国家的平均寿命 竟然比美国更高的 1980年年 巴拿马的平均寿命 72.8 83年呢 72.9 比美国高的 古巴1980年的平均寿命是72.2 巴巴多尔是72 哥尼哥尼特尼加1980年 74.5 那就是说呢 这些这样的 医疗不发达的国家 是窮困的国家 第三世界国家呢 他们的平均人的预期寿命呢 是比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更高的 好了 再看看 在当然的东欧国家 匈牙尼啊 捷克 罗马尼亚 波罗尼亚 波罗尼亚 东欧国家 共产国家 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医疗服务 是全民性的 你不会说 因为私家的医疗服务 有些人有钱人看到 没有钱人看不到 其实不是的 在这些当时的东欧共产国家 医疗服务 是全面普及的 好了 在医疗服务 全面普及的情况之下 他们那些人的预期寿命是怎样呢 匈牙利 198年年是65.6 在捷克 198年 66.9 1984年 67.1 66.1 罗马尼亚 67.1 66.9 63.1 即是当时198年 83.84 保加利亚 82年 68.5 83年 68.3 84年 68.5 即是在医疗全面普及的环境之下 他们的预期寿命是更低的 OK 反而 北欧国家 冰岛 希列 这些地方 预期寿命是比美国高的 由这个数字 你可以看到 医疗服务 跟这个人长寿是没有关系的 很多时候 我们的人说 现在的人长寿以前 因为多谢医疗服务之事 其实这个是一个谋误 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好了 再给一个条件看看 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长寿邨 是吧 常寿邨的地方人 多数是高山的地方 譬如那个 那个 乔治亚州的 阿波哈西尔 这个是其中一个长寿邨 在巴基斯坦的 Honsa 那里 那个 埃克多的 Vicabama 广西的巴马族的人 阿米尼人 西藏 高原 以及秘鲁的 Titikaka 这些全部是高山的地方 那里的人 是属于长寿邨的 你看看那些人 有没有医疗服务 是没有的 其中在一个 海平面的地方 是长寿的 就是日本的沖繩岛 听闻 日本很多西医 在沖繩岛 没有什么生意 就要离开 回到日本本岛 那里 你说医疗服务 导致那些人长寿 你看到 所有长寿邨的地方 是没有医疗服务的 好了 再来一个资料看看 我们的医生服务 那么重要 当医生罢工的时候 我们预期死亡率会增加 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是这样 医生不做了 那就死了 是否很大件事 好了 你看回1962年 加拿大Serskatchewan医生罢工 在罢工期间 死亡率是减了17% 1976年 在罗省有医生罢工 当时医生为何罢工 因为那些所谓 运疏乏乏乏太贵 我们不如不做 我们去这样 在罢工期间 死亡率减了18% 而当罢工结束之后 死亡率恢复到以前的水准 那就是 你不做 死亡率低了 做死亡率恢复到以前的 1976年 保克特克林比亚那里 医生罢工了52天 死亡率 因为罢工时间长 死亡率是 竟然跌了35% 在那段时间 全世界最长的医生罢工 是以色列1973年 当时有 所谓一个月左右的 资生罢工 当时死亡率是减了50% OK 大家可以看到 当时 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的人 就是殡仪馆的老板 当时他说 咦 当时我们的生意差了这么多 最后发现 原来是医生罢工 他记得回 20年前 都曾经试过医生罢工 当时的死亡都是减了很多 然后医生不工作 死亡率还减了 这些全是医学习业的事实 所以我曾经所说 以为人们常受 因为西医之前 这是一个盲点 不是真 这是一个故事 但医生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 西医的疗效是比较快的 相比起中医 或者其他医疗方法 其实是否真的呢 很多人都是这样想 为什么也好 有什么病 我先拿西医 先按了症状 虽然我都知道 自比不自本 通常说 搞乱了症状 回工之后 以后再慢慢地 去慢慢调理 第一 你以为其他自然医疗方法 一定很慢 其实是错的 其实很多时候 你适当地用自然医疗方法 其实效果是一样 这么有效 一样这么快的 那你在治标不自本之下 你将体质搞坏了之后 你将来再去搞它 那时候是更加难的 好了 那你说它的方法 是不是真的有效呢 就是说 原来它有效点 先按了先啦 虽然有副作用 起码先按了先啦 但是呢 其实是不是真的有效呢 在1978年 美国的科技鑑定局 来做过一个研究 他探讨美国 当时流行的医疗方法 结果发现 他背后有多少个科学 根据 80%到90% 所用的方法 根本是没有科学根据 从来没有研究过的 好了 有些人说 1978年很久啦 是不是 那有些 或者现在不同了啦 1985年呢 Academy of Science 就是美国的科学院 就有个报告 基本上 87%西医所用的方法 是从来没有科学证实过的 好了 再新一点 1991年 新的British Medical Journal 都同样去报告 80%西医所用的医疗方法 和手术 是根本从来没有科学证实过的 好了 那盲点是哪些呢 很多人都不了解 科学和科技是不同的 因为它是一种科技 它用很多科技去医病 有些人以为 就等于科学精神 其实是两件事来的 科技不是等于科学精神 这个就是盲点的根源 就在这里 那好吧 那或者我们现在呢 这一集大概差不多了 好 多谢你先 Thank you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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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着的是 圆网台 我是《不能说的真相》主持 中原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ialing.com.h